欢迎大世界来关心美国其中选举 民主党不只保住了参议院掌控权 众议院的席次也还在计票 在野的共和党还没有拿下过半多数 一度看似萌生退役的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在接受各大美国媒体专访时表示 还没有退休计划 他在自己的加州选区高票连任众议员 还指出有意取代他的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没有升任议长的特质 对民主党拿下众议院多数保有一丝希望 也似乎不排除再当议长 美国其中选举还在计票 众议院席次共和党小福领先 但还没过半 ABC新闻主播这问题似乎有些失礼 已经帮佩洛西想着退休计划 但佩洛西毕竟这次在自己的加州选区 以83%的超高得票率 连任众议员 国会生涯还没结束 议长锤不到最后一刻 也不会交出 在党内持续拥有高人气 对夺下众议多数 还保有一丝希望 但民主党大佬高龄化是事实 中院党团领袖和党编年过80 参议院领袖也有71岁 高龄82岁的佩洛西还不想告老还乡 更表态支持79岁的拜登 争取连任 内华达州参议员马斯托 周末关键一胜 让民主党保住参议院掌控权 出面激动谢票 身为墨西哥移民家庭第三代 马斯托六年前就成为美国史上 首位女性拉丁裔参议员 土生土长的内华达人 这次与川派对手赖克少的对决 堪称全国最激烈的一场 其中选战 张立德编译